过去分词 第二个,老师要特别强调 是动作性的被动 我们先看一看过去分词 它可以当主词补语 修饰主词 第二个,也可以当受词补语 修饰受词 所以我们还是要分清楚 究竟是情绪还是动作 我们看第一个例子 The teacher,主词 Find的是动词 发现,发现谁 受词学生 学生怎样 学生interested in nature 对大自然感到兴趣 这个是讲学生 受词补语 这是情绪性的 那第二个例子 We是主词 Find的是动词 发现什么 发现的Ancient Temple Ancient Temple是很古老的这个寺庙 我们叫古萨 那么这个寺庙怎样 Surrounded by trees 被树木包围着 Surrounded是包围 所以这个是动作性的被动 是指寺庙是被包围的 这是动作性的 刚才Interested是情绪性的 好,这个是等于是再复习一下 下去我们要强调动作性的情况 来看第一个例子 登山课是主词 站在哪里? 站在树下 这个是 站是动词 在树下是地方的骗鱼 好,动作出来了 登山课怎样啊? 被猴子攻击 受到猴子攻击 就是讲登山课 所以这个是主词不语 表示动作被动 答案给它完成吧 登山课 我们就指一位好了 好 The Mountain Hiker H-I-K-E-R 动词出来了 过去是 是渡 在哪里? 地方便于 Under the tree 好,再来写 主词不语 出来了 受到猴子攻击 它是被攻击的 Attacked by 当然攻击的猴子一定是很多只 不可能只有一只 我们要用Monkey K-E-Y-S OK 这就是我们第一题的翻译 再看第二题 第二题是说 我们看着永克 这是我们是主词 看着是动词 永克是受词 永克怎样被海浪冲到海里去了 这个是指永克 所以叫受词不语 那被冲进又是被动 所以这是动作的被动 当受词不语的 这种翻译 老实坦白说 非常重要 要特别的留意 主词 我们 动词我们写过去是好了 看着可以用 Look at 注视着的意思 看着谁 一位永克 永克是 A swimmer S-W-I-M-M-E-R 好 永克如何 受词不语出来了 被海浪冲走 被冲走 是被动 所以我们用过去分词 Washed 这是被冲 Washed out 就冲走啦 冲进什么地方 进入哪里 我们又要加 In to 进入海里面的 CSEA OK 所以这个是冲走 那又冲到什么地方 进入什么地方 我们就要加 In to 这个不是很简单的 不要小看它 这是第二题的翻译 我们继续看 第三题 我主持 看见动词 一位老人受词 老人如何 老人被机车撞倒了 所以这是受词补语 修饰老人是被撞倒的 很快 经过中文的分析之后 答案很快就出现了 I 动词出来了 受过去是 看见一个老人 一个老人 我们就可以直接写说 an old man 最简单了 好 这个老人 怎样 被撞倒 knocked n-o-c-k-e-d 那个是撞 撞倒了 就要当 那个当 被什么撞倒 后面再来加一个 借心词 骗于 修饰动词 撞 被什么 by 载 a 机车 motor cycle 好 这个机车啊 也有人用scooter 不过scooter 我们讲scooter 那个已经比较少用了 现在都用motorcycle 第四题 我 主持 发现 动词 许多街道 售词 街道怎样 街道充满了垃圾 那么 街道 是被充满吗 对啊 这个 老师是觉得 像这种 有很多写法 这个过去分词呢 它是固定的 它是过去分词 当形容 持用 这是惯用于 我们不强调 被动 不是说 被什么垃圾充满 不是 就是充满着 它的状态就这样 所以这个时候叫 过去分词 当形容 持用 来我们把答案写下去吧 我发现 I find 或者是 discover d-i-s-c-o-v-e-r 发现什么 售词 很多街道 many streets 街道怎样 充满 直接就用 field 垃圾怎么写 垃圾叫 trash 不过 一定要小心 我们不可以 再用什么 再用 R field 不可以 因为 前面已经有 动词了 find 所以后面这个 被充满 千万不能用动词 只有用 field with 才是正确的 这个老师提醒同学 注意一下 不要犯了这个错误 多出动词了 OK 这是过去分的第二项 特别强调 动作性的 早点 ש 是